各位Volk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二 送完Dolton去上學之後呢 我就有兩個小時的時間 這是我上海醫院畢業的功課 要教功課 有功課的 這是最近我在唸給Dolton聽的英文書 Volk saw the mouse and the mouse looks good I have tea in my tree top house 但是是英文版的 所以對我來講要花很多時間 好 現在要來打電話 因為現在住得遠 所以都是要用視訊來開會 有 所有的私人行程要做的事情 都要在這邊趕快把它做完 早上來買菜 菜就比較新鮮 大雞腿在冰箱嗎 對 大雞腿 你看 我都知道好貨在老闆冰箱裡面 八哥 你要買什麼 鯧魚 你有什麼新鮮的留給你孫子的嗎 沒有啦 就是今天來的那個 今天來的喔 兩隻 久不見耶 兩隻夠了 好 兩隻夠 謝謝 可以了 在市場大家都人很好 上次那個水果攤還叫我唱歌 唱Live給他聽 要去接Dolton了 拜拜 嗯 那你還喜歡吃什麼 我們去吃肉骨茶好不好 老闆 我直接點了 來 這個啊 油條 喔 油條 是不是油條 來 媽媽插手一下 來 等著吃 等一下要吃飯了 來 兩隻手搓搓 搓搓 手搓搓搓 媽媽 喔 還沒 媽媽撿 今天自己吃完飯 就可以得到一個乖寶寶印章 你記得嗎 好不好 他默默的又生出去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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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了 不可以 太多了 喔 你要給我的 謝謝你 我今天拿給媽媽 媽媽也很愛吃這個 什麼事都可以 媽媽媽的寶寶 好 來 好 好 對的 小恐龍有做這個 媽媽買お茶つけ 來 這邊是 因為 那個 要讓女兒有媽媽的味道 女兒喜歡吃那個 吃台灣 台灣 台灣的一些家常菜跟 妳要買這個嗎 這個 茶泡飯 妳要買這個嗎 超級 這個不要 媽媽拿一個超級小的蔥好不好 妳幫媽媽拿一個 妳不用買這個 因為沒有人要 這個我看一下 這是什麼 可以喔 Dote 謝謝妳選得好喔 放後面 然後媽媽可以炸豬排對不對 這個 好棒喔 做什麼 都等妳累囉 走我們去喝水好不好 好 來 好 妳自己走吧 妳要不要自己走幾步 好 那妳一二三跳 唉唷 好 好 我現在要回家了 呃 妳看我怪怪的 我在跑步機上面 這個時候我就會看現在 呃 哪些韓劇啊 或者是哪些女劇特列的紅 因為每一集都差不多一個小時 我也差不多跑一個小時 如果跳到非常好看的戲 有時候不小心 就跑了快兩個小時 是不是很美好 開始 到第十四集了 這iPad會擋住我的螢幕 沒有關係 我只需要留卡路里 卡路里是多少 就可以了 拜拜 通常 老公小孩睡覺才是我自己的時間 所以 我就會找一個 我最喜歡 在那個 放衣服的地方的 這個角落 我從台灣買了一個 這個 合適的遮疊 然後 就會很舒服的 在這個角落 寫歌啊 練歌 給妳抱一下 快點 妳抱快點 妳抱快點 硬抱好一定會哭 謝謝 麻煩 麻煩 咣卡購 喇卡購 媽咪 咣卡購 所以我愛你 Avew mew mew HAPPY BIRTHDAY給誰? HAPPY BIRTHDAY給媽媽 Thank you baby 你會唱HAPPY BIRTHDAY的歌嗎? 不想要 你不想唱啊 那你只想要用講的是不是? 好 好 那你再說一次好不好? 好 拜拜 Thank you baby 進入演藝圈之後 在工作上如何擺脫父親的光環呢? 在兩年前 那一段時間 這個整件事情發酵得很嚴重 即使在路上聽到人家叫我呼喚你 我會很莫名其妙就會很阿扎 你就會覺得好像在演藝圈做什麼都不太對 有一種尷尬 就是說你把收視率做好 或是你把這個東西弄好 大家不會覺得是因為你阿 大家會覺得說 你就應該阿 你爸爸那麼優秀 你怎麼會 但收視率做不好的時候 大家就說你怎麼會這樣 就是永遠是好像得不到一個肯定跟讚賞 後來我發現 我很想在他面前 證明一個什麼東西 好讓他愛我 可是後來你會發現 其實爸爸你根本不用做什麼 他就很愛你了 當你了解這件事情之後 你也放下這件事情 我現在做事就很自在阿 在生病時候那段的心路歷程 反正經歷很多事情 也是從那一陣子有發現 人的抗壓性跟身體的抗壓性 是兩回事 我是做全身身體檢查 才發現子宮出的問題 可是那個藥我一吃就吐 然後隨時隨地都在噁心 然後我就說醫生我真的受不了 我沒有辦法這樣子吃 因為真的嚴重影響到工作 後來我就把藥停掉 然後就一直這樣 中間大概維持了一兩年的時間 就一直發胖 然後有一天我就 反正覺得已經運動受怪怪 所以我進門打了一個噴嚏 我就跪地不起 然後我女兒晚上又來 她等於在我病床旁邊寫功課 然後我就覺得我在幹嘛 我為什麼要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就意識到說 我要為了健康 為了小孩 衝一波試試看 如何看待自己現在的體態呢 我已經接過無數個粉絲說 他因為看到這樣子 他開始運動 你知道我每次在看這些的時候 我就很開心啊 因為我覺得這是 這是你沒有想到會影響這麼多人 其實我一直要強調的一件事情是 我對身材的外表什麼的 我沒有很重的審美觀去看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 每一個人的外表都有很不同的美感 對我來說是 最大的改變是 我好像可以變得更健康 運動起來可以更沒有負擔 在帶小孩的時候可以更有體力 然後做事的時候可以更專心 到底誰才是激勵你的role model呢 脫口秀的那個女主人 Alan Degener 每次在看Alan Show的時候 我就很感動 她是真的在愛這些人 然後想要幫助這些人 所以我也很希望有一天 可以做到像她這樣子 因為我們是公眾人物嘛 公眾人物有一定的影響力 但你這影響力 要怎麼樣發揮到最大極致 去影響這些人 去幫助更多人 我就覺得我有一天 一定要像她一樣 那要如何兼顧媽媽這個角色呢 其實對我來說 最難的是當一個好媽媽 我一直很怕說 我們工作的關係 會不會跟她疏遠 一整天的上半場已經被工作 挾持了 中間只剩下一個小時自己的時間 我只能偷控是工作跟她下課的時間 就是說再怎麼樣盡量不犧牲到 跟小孩相處的時間 又可以滿足自己的狀況 其實某種方面 你一定要犧牲 所以有一陣子我很怕她告訴我 我說 曾姐那個 有什麼工作來 我說你不要跟我講 那天我要帶小孩出去 你不要告訴我多少錢 對人生還沒有自信的年輕女孩 你想跟她們說什麼呢 年輕的時候啊 找不到定位是很正常的 對 因為我覺得找定位這件事情 跟自己的人生價值 跟自我形象的建立 是要經過長年累積的這個歲月磨練 對 所以你記得一件事情 任何現在發生的磨練 都是好事 都是好的磨練 會發生的事都是好事 只要你能夠把這一些發生過的事情 將來變成是一個 美好淬煉出來的成果 那才是最重要 然後如何把我們這些 以前發生過的事情 可以從中 再拿出一些去幫助別人 那你就是最完美的人 各位VOGUE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晨曦 你現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牽掛在你心裡面 然後想起來的時候會覺得很幸福 但很想它的時候會覺得心很癢 變得比較溫柔 然後也比較能為其他人著想 會比較有同理心 對啊 這是對我來說是人生中滿大的改變 然後 穿衣服的方式也改變 像是可能會穿一些有顏色的衣服在身上 因為可能內心比較光明了一點 其實當時我們一直都沒有計畫要懷孕這件事情 然後其實我們所相信的是 因為在前一年我們有一隻狗死掉了 然後我們其實一直都覺得是它的投胎 因為我在生產前跟懷孕前的時候 我都有夢到那隻狗 對 所以我深信不疑覺得應該就是它還想要回到這個家 在我心中所有人 就是我們是 我跟我的伴侶的關係是平等的 然後我們有權利去喜歡任何人 欣賞任何人 並且別人也有權利對我們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對我們來說 所有事情都是選擇的問題 選擇的問題跟付出的程度的問題 所以其實 愛應該也是一種自由 然後是讓人感到快樂的 其實可完全 我確實在哺乳期間的時候有一度其實很想放棄 因為第一個是你的身體上的疼痛 然後 你跟孩子之間的默契還沒有建立起來 然後再來是你很累 你真的很累 你根本沒有辦法好好睡覺 你隨時都stand by 要做餵奶這件事 但因為同時餵奶又是一個 你需要非常放鬆 感到快樂的狀態才有辦法一直給予 在這些東西 就是精神身體各種方面的衝擊下 我一度就是也是累到起來我就流眼淚 我就好想哭 其實我也覺得有在那個不愉快的狀態下 身旁的家人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他們應該是要給予更多正向的關心和陪伴 或者是說一些鼓勵的話 我覺得都是有幫助的 因為那個能量聚集起來 其實是真的會可以改變一個人的狀態 是啊